阿布故事 农夫与蛇 一条蛇躺在田野里 寒冷的北风把它冻得奄奄一息 一个农夫扛着锄头从这路过 发现了这条蛇 可怜的小东西 天气太冷了 出来乱跑可不得了 好心的农夫想都不想 马上把蛇放进怀里捂着 准备将它带回家 蛇慢慢地恢复知觉 它张开毒牙 狠狠地往农夫的心窝咬了一口 农夫顿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 跌倒在雪地里 它惊叫道 我好心把你救火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别忘了我是一条蛇 蛇头也不悔地走了 农夫后悔万分 他在临死前叹息道 哎 蛇说得没错 我怜悯了坏人 应该受到恶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没有知道别人身份 不知道别人心底 是否真诚的情况下 不要随意轻信别人 坏人不会因为你的热心而感动 做人一定要分清善恶 只能把援助之手伸向善良的人 对恶人千万不能心慈手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